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换活 我跟你说 只有徐老师 你也是吗 什么了 我也是 凌晨三点四十五分 都看吧 两点四十五分 我跟你说 这一届的女子世界杯真好看 真好看 就是好看在什么地方 第一 就其实你向来大家看足球的人 觉得女子足球没那么好看 但是问题是这一届我觉得好看在哪呢 第一 真的是水平提高了很多现在 非常的体力化 战术执行好 技术也好 而且还有一点 我喜欢它干净 干净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看那些球员 不像男子足球 动不动就假摔 然后犯规一大堆的 他们很干净 而且你看这次美国输吧 美国输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就说他那个守门员 那守门员的名字很有名叫Hope Solo 希望 很多人像在求婚的 厂上很多人贴标语 是个万人谜 靓女 对 那守门员 他最后美国队进了一球 本来他们正常的情况下 男子觉得怎么办法拖拖拖 拖到最后就完了嘛 对不对 他最后一个球是加时赛的 最后三分钟的时候进的嘛 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 那就垃圾时间了 搞搞什么就 但那个美国的守门员呢 他居然不拖 就他还是很正常的 那么打下去 是很奇怪 就整个比赛让你觉得 哎呀 原来这是干净的足球啊 好久没看过这样的足球了 就有人感慨 还是女孩子老师是吗 没有钱 没有钱就好 他跟钱没有那么多关系 就他们就是说 如果足球没有那么多金钱 牵涉在里边 就像女主 没有什么假摔 没有什么有益的犯规 而且就算吹错了 也不这么抱怨 对 我其实是忽然女足了 我得承认我并不是场场都看 但是这次我前面看了一场巴西对美国的比赛 怎么样 哎呀 那个是感动 看着叫我真是非常非常感动 你记得吧 那场巴西 因为巴西的实力呢 其实在美国之上 他马塔第一 世界足球小姐都在他那里 一上来呢 足球还有小姐妹 有有有有 足球先什么小姐妹 对 然后他一上来就是那场球非常非常经典 一上来巴西自己一个乌龙球进去了 那美国就领先 但是全场是巴西压着美国打 对 巴西进了两个球都是有争议的 对 第一个球把人家一个红牌发出去 发点球 点球第一下没踢进 裁判员说 得得得得再踢一次 说镜头放出来这个人超过一点点 就是你完全可以就算了 点球扑出来了 再踢一次 那美国冤了 第二次进的那个球 巴西进的那个球是越位 镜头清清楚楚是越位 可是我为什么感动 全场大部分时间 美国队是少一个人 而且他输的两个球是冤枉球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抱怨 就是坚持 就是坚持打 到最后每个运动员 我都放弃了 他到加时赛的120分钟的时候 加时赛到最后120分钟 那几个美国女的还在那鼓劲 122分钟 踢进第二个球 投攻进的 拖到点球 所以整场这个比赛 我原来是帮巴西的 我就被美国这个精神 就是说那种 绝不放弃 我就直言 我就到最后一分钟 那批30多岁的女的 差不多都30来岁的女的 天天没想到的就是说 最后他在决赛里边 他的近况跟日本队一模一样 只是逗过来了 但是碰上日本队 发挥了更强的美国精神 一模一样 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式 而且我跟你说 你这一趟好看 几个国家都好看 法国队也好看 对不对 法国很精彩 他们说法国男族 该退休应该派他们去 那女主比他 他就踢得强多了 而且还有什么呢 就我跟你讲 这个这整个日本夺冠 这个过程 你看了的话 你就发现 这是个今天连好莱坞 都会嫌他太三秦 太老套 而不想拍的剧情 但真实发生了 什么意思呢 日本队对美国队 过去历史上打过25场 23场 22场输 25场 他输了22场 另外三场是合 他从来没赢过 是不是身材也没法比 他身材是所有球队最矮的 日本 然后这一回对上美国 而且是决赛 然后日本队呢 可怜到什么地步 后来不就网上很多 我们中国球迷都在议论 什么事 就日本这个球队里面 有两个 是在辅导核电站工作的 我听说 对 那是下岗工人 然后有一些呢 是因为现在女子足球 职业足球收入很低嘛 他们还得上班 对 他们晚上去便利店 去超市 打工 然后那个主将 穗会西 是踢过五届世界杯 都输掉 然后之前两届是 有一回伤到 好像本来说不能踢了 然后又复出 然后还跟队员说 你们要是觉得痛苦 去看我的背 然后比男的还难的 然后跟着到了美国 本来说要嫁人了嘛 结果那个男的说 你要是结婚了 就别踢了吧 他不干 那就不结了 又回来解踢 那整个球队是这样子 然后而且是那场 这减下人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 是美国队该赢 就美国队是踢得好 美国队是世界排名第一 他的实力 因为我们还记得十二年前 中国女足跟美国 有关是冠亚军争 最后输在点球上 孙文的时候 他排名第一 奥运会冠军都是他 但他过去两届世界杯 他都没拿到 是德国队 这次日本队什么不容易呢 他打败了三个非常强队的 对 一个是德国队 瑞典 德国队是东道国 呼声最高的 对不对 这次排在排名 那就是那个位置排在最一场 被他打掉 瑞典队又被他打 瑞典队也非常强 很强 然后美国队 不过事先 大家都是帮美国队 整场比赛要这样来说 前15分钟 美国的五次射门 日本队完全在防守 前30分钟 全部一面倒 都是美国的攻势 但是零比零望 就是美国的运气差一点点 很多打在门框上 运气 就你觉得运气都在帮 真是 整体来说 如果凭良心说 今天回国头来说 两个队哪个实力高 还是美国队高 对 但是他就在这样 我拼命被你打 我就顶住了 现在人家夸他说什么 女子足球的巴萨罗娜 他就用巴萨罗娜的 这种踢法 就是说他一得到球 他在后场 传球 传来传去 传来传去 你一不小心 蹲一下到你的后面去了 但是他进攻机会 那你得个人技术 得过硬 他技术很好 日本的技术很好 而且呢 你觉得他们 而且体力真好 像那个税会锡 他是117分钟的时候 进那球 把美国拖进家时 他后脚跟进 那个男人都做不到 为什么 你踢了117分钟 还要用这样的技术进球 那是太难太难了 所以你这是一个 这整个 他这个夺冠 这整个历程 再加上日本 我们知道 那种就是百废戴心 对 然后整个国家 这时候 你觉得这简直就像 这就是好莱坞 都觉得太土了吧 这个剧情 而且就说 一针强心计 对 而且大地震之后 他跟中国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 比较身材相 这个体型 实力 而且团队精神 这个是跟中国 中国如果说 要提出去 也是要这种方法 你知道他做 政治思想工作 他求在前一天晚上 放他们那个 地震的影片 那个导演 那个不是导演 教练 那不做政治思想工作吗 就叫大家为日本而战 不像美国 美国人是为个人 这个讲到 当然他也USA了 中国队这次 马上有解说了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 通向世界成功 中国足球的捷径 中国队说 我们九月份 就要跟日本 在奥运会的预选赛 碰头了 我们的教练说了 我们有信心 所以你想 要是今天中国队 打赢了日本女主 那么咱们就 世界先进水平了 她是世界被冠军 我们打败谁 中国从来没有 这么接近 到了世界尖端的途径 现在就差一场了 好 中日必有一战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教练真的 你刚才说什么 发点球的时候 还在笑 而且到了最后 点球大战 日本那帮女球员 就你平常很少 看到球队 是到最后点球 这个关头的时候 本来就很紧张 对不对 他们一伙站在那笑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她是后来居上 所以等于对她来说 就像赢 打到点球阶段 帮你脱了 就叫女赢了 因为她的实力 不如美国 随败有容其便 她在最后时刻 扳回来 而且这两场球 我看起来 有个共同规律 就是说 你在最后时候 被人扳平 你就会崩溃 心理上 上次技术也是巴西好 可是巴西点球 踢不过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 是在最后上 你已经想好 要赢了吗 你想想一百二十二分钟 给你进了一个球 这就等于 我倒了手的东西 被你抢去 这次一样 这是美国对三个人 没踢进 踢了四个球 三个没踢进 那真是够拧巴的 不过 不过还有更拧巴的 知道巴西对吧 四个点球 没踢进 男足 你说算是美洲杯 美洲杯 巴西把点球 四个没踢进 阿根廷跟巴西都完蛋了 真是天哪 这现在是女人的天下了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一回就是 你看到那个 这些女人 这些女孩在踢球 你看到他们的那种 对足球的那种爱 太纯粹了 而且他那个团队精神也都很好 你刚刚讲中国足球 我想起来一个事 我不是阿森纳球迷吗 阿森纳最近不是来中国 跑了一圈吗 都要来中国表演赛吗 然后阿森纳的这个教练 温格尔是个名将 这个教练 很帅的 然后大家就访问他 怎么看中国足球 跟日本足球怎么样 就谈起最近这些事 他说奇怪 这个中日足球的差距 怎么会这么大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 这真是足球世界里面的 一个谜团 然后而且因为温格尔 过去在日本当过教练 他很了解 他说日本人 是天生适合踢足球 因为团队精神太好 但是在我看来 我们总觉得中国人 是集体主义 那怎么会踢不好呢 在这里面就看到 这些外国人是误会中国 我们中国恰恰 我觉得是没有这种 团队精神 对 我觉得我们是没有 太集体主义了 使得每个人 在应对这个世界上 反而非常的个人 咱们那个集体主义 这个集体二字 是一个很虚的概念 很抽象 是个抽象词 是个抽象概念 集体像宗教一样神圣 可到底这集体是什么 跟团队合作 不一样 是两回事 真的不一样 所以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 你要为了我们这个集体 可这个集体 具体 你知道吗 我觉得中国很多问题 是语言系统太发达 语言这个词太多 词太多之后 没有所指 你们不是研究这个 能指所指 你讲一个词 为什么像孔子讲 毕业正名乎 你讲文联主席 他到底是什么 对吧 就是这个词讲大师 比如中国 中国现在讲大师 跟什么一样 那么他指什么 全是乱的 而且 所以可以说指路为吗 所以你就可以说 谁也可以说 你要为了集体 你要为了集体 我才为了集体 你才不为了集体 可是实际上团队精神 指的是非常具体的 在这做节目 摄像跟主持 导演 棚里棚外 完全一条心 一个目标 把它达成 没有别的私心杂念 这是可以具体化的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团队 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的理解 不够复杂 不够立体 你从足球看 什么叫团队 中国人 平常我们讲 这个集体 我们一想到集体 马上会联想 另一个字眼 叫什么叫 领导 对不对 在领导的领导底下 我们唱同一首歌 然后我们万众一心 怎么样 但足球是什么呢 有教练在旁边喊了 但你上场 你就是个无领导状态 你靠的是这11个人 他们彼此的互动 当然有队长 有中场指挥官 但是这每一个人 像巴萨那种球 那时候好的团队足球 就每个人到什么位置 大家心有灵心 永远是三角 三角 永远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 每个人都是很自由的 我觉得足球好看 在什么地方 足球好看在 每一个球员 他都是很个人的 很自由的 在发挥自己 但同时就 就像爵士乐 对 你看爵士乐 跟交响乐 不一样在哪儿 就古典音乐 交响乐 要有指挥 交响乐就像美国的 橄榄球一样 对 但是爵士乐是什么呢 每个人都在自由的 随时你来一段solo 但是很奇怪 不晓得为什么 你来solo的时候 我们能跟你 我们来配合你 你玩完了吗 一个眼神 到我了 它是非常自由 但是有团队 足球是这样的一种团队 它是这种合作 你记得有一回 咱们这个体育 就是李承鹏 来聊这个中国足球 我们聊出一个什么呢 就发现说 中国人这个到底是集体 还是团队 还是个人呢 后来他 我记得他讲出一个概念 他足球是差异性合作 差异化合作 你比如说 可能我们啊 搞整齐画一 比较擅长 大家都一个动作 可以 团体操 可以 可是足球 它恰恰是一个 个人又是差异的 谁跟谁都不同 各尽所能 各展所长 但是呢 他又是合作的 这种玩意儿 是不是咱们这个民族 不太 不太灵广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你记得 男子世界杯的时候 朝鲜不是跟美国打吗 那时候大家就很惊讶 就是说 美国大家都说 是个人主义 但你看到 美国男子足球 团队精神很好 对不对 反而朝鲜呢 是一输就兵败如三倒 你这是集体主义国家 阿里郎十来万人 你都弄得那么整齐 怎么足球踢这样 你就看到这个毛病了 你觉得呢 哎呀 我反正看那场球 看的非常 这个 一直看到天亮 感受非常非常非常复杂 那首先第一个 最简单的是 我原来帮美国队的 我不帮日本队的 可是你得承认 他真是提的好 真让人感动 非常感动 然后呢 真的自然就想到中国 这真是我们 太自然了 我们 中国女足 什么坑上玫瑰 应该是十二年前 我们为什么会 注意女足 就是因为中国对 就是因为中国 中国是因为 中国女足好了以后 大家才关心女足 中国举办过 两次女足世界杯 中国对女足 是非常关心 可是这场球 看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 日本的女的 做的中国的女的 都应该都能做 绝对 我总觉得都能做 真的 他们整个踢法 你回想起来 就像孙文也这么说 孙文就说 现在日本对这个踢法 就是十二年前 而且中国足球队的人 怎么说呢 他们说这批日本运动员 就十几年来 一直在跟我们打的 全部是新人 谁是谁 这个踢进的球 我们哪一次的比赛 没进什么地方 就是被他一个球踢出去的 当初我们在跟美国 争冠亚军的时候 他们零比九 输给美国队 日本队 十二年前 很多就是当初的运动员 就是当初的运动员 那不是新人 不是从天上加下来 就是这班人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总结的东西 实在 咱们的这个玫瑰呢 都来枪枪 枪枪三人形广告 之后见 最近关于这个中国运动员的消息 听起来像关于难民的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马拉松的运动员 练得这么苦 脚变形了 完了之后 这个生活贫困 还有最近 你知道吗 一个体操运动员 这是在网上盛传的 拿过运动会 他们大运会 还是什么冠军的 对 世界大运会 结果生活凄惨 流落在地铁里边 卖艺 卖艺 也是引起很多同情 那么看一段这个视频 中国这事要解决起来 好解决 你看这事一火呀 手扇 陈光彪就表示了 我顾他 一个月工资 一万块钱 然后呢 这个哥们小张说 这个我还得考虑考虑 这个反正又有人捐钱 什么接受了五千块钱 什么社会各界 都是捐钱 这应该可以引出一些体制性的思考吧 中国的事情要是一些个案 永远只是个案的话 那我们真是不会进步了 孙子刚的一个事情 引出改变了一个制度 郭妹妹的事情 应该引起整个慈善 红十字的这个大的变化 对不对 要是只是惩罚二奶的话 不要包那么二的二奶的话 那这个网民的心思真是白费了 这个事情一样 这个人现在明星化了 整天包在旅馆里 多少家媒体采访 是吗 对啊 怎么我又听说 他什么有点不真是不是 不是不真啊 他现在就被传媒包围了 他现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他过去的经历是 他曾经做小偷做过老 那是生活所迫吧 不能这样来说吧 所有小偷都是生活所迫 对不对 总之有各种各样 但是应该从体制上检讨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举国体制 那你就得一直承包 还有那么多冠军 拿了那些基金 应该有一些基金 据说现在冠军基金会 就那个是杨阳他们那个 冠军基金 那个是联系他了 我总觉得 因为我之前好像听过 李宁他们那个 现在卖衣服卖得这么好 好像也是说要成立一个基金会 对 我听说过 我觉得中国那些发达的冠军 你姚明啊或等等这些 他们真的应该成立一些基金会 来有制度化的帮这些运动员 不是给钱啊 是让人家转成正常的职业 不是有钱 中国既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 就帮政府嘛 这也是帮体委的一个忙 不过这种问题啊 真的是很普遍的 你说中国我们是举国体制 我们应该要帮这些运动员 考虑他的将来 可是其实市场化体制也一样 比如说在英国啊 英超 可能很多球员 他年轻的时候 不一定是踢得很好 那退役的时候 生活更没有着落 那这种人相当多的 就尤其运动员 他很多比如说 他一门心思搞运动 他别的东西 他都不大管 那么等到他将来退役了之后 他才发现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行 我知道英超里面呢 就有一些球员 是阿森纳 过去几个老将 他们也发起一个 类似一个什么基金会 就是联系这些退役的足球员 你生活不好了怎么样 帮他们安排 到学校教体育课或什么的 那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但你说这个女足 他不就穷吗 比男足没法比啊 你现在看来 日本女足也不富裕啊 对 他很穷 但反过来他很纯粹 我觉得他你穷且意见吗 对对 我觉得他这种状态就是说